我们有一个换人的任务 我想问一下 我们刚才赢了 为什么没有提示 因为神秘人 他完成了一个单线的任务 他很成功地完成了他的任务 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美目 有没有发现 这个换人是怎么回事 就是你们可以跟其他队 换一名外国的伙伴 如果你们换到的人 如果是你们的神秘人 对你们游戏最终的赢 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黄队先换 然后是蓝队 最后是红队 如果必须换的话 我们只能让我们的女士 在那 我们的神秘人线索是不难的 很难的 换菲利普吧 好的 换菲利普了 对 戴娜和菲利普进行一个交换 嗨 嗨 嗨 为什么又是欢迎 那么现在蓝队讨论出来了吗 我为什么没有欢迎你 是因为你还会被换回去 好烦啊 我希望我的队伍一直是原来的那些人 因为我们的人知道吗 少了一个人 我们奔波了从早上到现在 对 我感觉我们不想换了 帮我拿回来 我们关过来吗 关过来 关过来 欢迎回来 没关系 大家可以 欢迎回来 对 很好 我们也不想换 我们也 可以不换 可以不换 我们不换 好 那么你们刚才讨论了半天 其实现在看了好像一个都没有换 对 对吧 什么人到底是谁 我们需要来看一个段VCR 揭晓吗 小凯 高能少年中的小伙伴们 很遗憾不能跟大家一起录制到最后 你们想我了吗 我知道一定想了 对不对 虽然没有跟大家一起到最后 但是我还是一直在偷偷地关注着大家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其实你们一直在找到什么秘密 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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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我的好朋友 飞利浦 就是我的好朋友 飞利浦 飞利浦 就是我的好朋友 飞利浦 兄弟们 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唱一行 少年人 高能少年团 加油 不 耶 哇 好的 我们的这个神秘人已经出现了 飞利浦是由三个任务 那么飞利浦 你能说一下你三个任务都是什么吗 第一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 是需要教会你们队里外的一个人 成功说出一段四川话的绕口令 要不讲一句四川话 一首 死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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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 我们完成下一个任务的时候 我们完成下一个任务的时候 我叫你个人让口令好不好 我这谁要给你学 我这谁要给你学 但是我还是学了 第二个任务就是没有完成了 我要让那个中国队友 就是让他们说我丑 说你丑 不 我有听到他说那个 我一个朋友是在那个 在微信发了这样的朋友 然后就写了车偶 你抛弃我们了 车偶 我车偶是什么意思 加油 我跟你说 这个任务给 你这个任务谁都不会帮你完成的 对 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太好看了 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就是 谁无时无刻带一把梳子在身上 因为最近留了七零号 然后最形象的 那第三个人 我觉得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吧 戴娜淘汰 好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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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要推我呢 因为那个任务叫做深水炸弹 好累 对 我就倒你头了 好的 我们现在知道神秘人是谁